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曾偉 各位 台湾股市从上礼拜四礼拜五就出现 明明MSCI要调降台股权重 但是他都开始给你反弹 而且蔡老师跟你讲 来到13860 越过就是反弹奏效 各位也许你不相信 因为礼拜五才涨21点 但是今天一开盘就给你涨了102点 再创整个历史新高 那当然尾盘压下来 本来大家就预期要压下来 压下来总比创新高之后 然后你压下来 这是最棒的一个形态 不然的话连新高都没有走强 你一路的一个什么 一个下滑 那尾盘再给你跌100点 那大盘起不就就没细唱了 所以说我在那边跟各位说 这个盘是MSCI的一个什么 一个负面的 因为只是微幅条降而已 400多亿 这不重要 重要的是12月份的行情 刚全部的一个什么 开始在做一个伏笔 也就是说很多的一个个股 你看不出来的蔡老师 都会领先 这个盘式提前告诉你 我们一档一档的来验证 这就好了知道吗 但是明天12月1号开始 这个路出境的一个管理 要开始变严格 所以蔡老师也希望你 大家这最后的一里路 大家坐好 这个口罩戴上来就对了 忠心的祝福 你跟你的家人都平安健康 因为12月份疫苗 要开始出来打了 对不对 但是总不要说疫苗 出来打之前 失控这不好 所以说今天下午3点半 这大家都有不好的消息 24例这是境外进来台湾的 希望都阻绝于境外 这样比较好 那蔡老师这个节目 也感谢各位的一个收看 收视率都屡创新高 包括美国的一个时间 晚上10点半 看东升美洲台都看得到 所以说今天又来到礼拜一了 对不对 今天晚上蔡老师要准备 什么的一个好的产业股 要介绍给各位 你记得晚上准时收看 记得晚上准时收看 台股的未来 未来的台股 蔡老师跟你讲了八个月 完全的一个验证 包括今天 是不是只有涨 对不对 今天再创新高吗 所以说市场在做什么 你知道吗 大部分的人都不知道 为什么这一次盘涨这么凶 蔡老师都跟你说 你都不相信 那我也告诉你 为什么涨这么凶的 一个成因之一 就是散户都做空 各位你知道市场就是最现实的 所以今天尾盘压下来了 各位 这一些空单要怎么办 希望你能够找到好的低点赶快补掉 不然明天开始又持续往上扎上去 你会后悔莫及 因为我跟你说过的 13000到14000是快速不对 你后面14000到15000 就扎扎实实的见回不回 各位你知道 好好的一个留意 加权指数从上礼拜 11月25礼拜三 压回来最低 对不对 然后我就跟你讲 来你看看 礼拜四 11月26 13860 对不对 他最高没过 所以要过13860 就会有效反弹 什么时候过 11月27礼拜五 对不对 13885 是不是过13860 是不是 这是不是11月27 上礼拜五的一个走势 没错吗 那今天创新高意外吗 没有意外 因为我跟你讲 13860 一月过就会来挑战新高 各位是不是 所以你来看看 虽然融资近期增加 这个我非常的不鼓励 你做股票用融资 我再三的一个强调 量力而为 做股票投资都会有风险 不要一天到晚都想要发大财 发大财 那个都是没有发财的人 在做什么 天方夜谭 脚踏实地的去发财 才是你要走的路 各位 脚踏实地的去买会场的股票 不要用融资买 知道吗 各位 你看上礼拜五的一个盘中 景气灯号连三绿 国发会经济稳步的一个什么 稳定的一个复苏 下午又出现主计总处上修 今年台湾GDP到2.54 这几乎是全世界最强的 所以我们的防疫这么的成功 我们的经济更是让人家羡慕的不得了 所以你看今天11月30号收月线 开高之后震荡走低 合情合理 为什么 因为疫情 法人害怕 各位 其实MSCI不重要 这个单日24例 法人会觉得说 怕怕的 所以说有时候这种动作 会比MSCI调降 影响更深远 所以我们希望能够掌控住 所以今天的台股创新高13969 对不对 剩下31点就上1万4 加加油 后面避上无疑 11月6号蔡老师就跟你说过了 为什么因为红K棒站上12956 当天收12973 所以要开始全线发起攻击 11月9号开始大涨 各位累累 没错吗 所以你来看看 这是什么 历史新高 13969今天11月30号 蔡老师跟你讲的太空时代 没有错 地球在这里 我们现在往火星走 再往木星 再往土星 再往天王星 最后要离开太阳系之前 还要再来到海王星 各位是不是 所以一步一步地跟着蔡老师走 美元指数崩跌了 跌破91.742 对不对 今天来到91.672 要来跌破挑战107年2月16号的88.253 所以央行的工作越来越吃紧 各位你看看今天守285 这一旦失守的话 285失守怎么办 当然我也告诉你必失守无疑 但是他们的工作也要做 工作是要服国立民的 因为台湾是出口导向 所以很多的企业很辛苦 但是也要熬过去 不然你赚钱的时候 也没看到你在做善事 你现阶段新台币升值 造福了股民 那有什么不好 你企业家还在那边说要外移 不行 要留在台湾 各位对不对 哪有钱都你们赚走的时候 看到新台币要升值了 你还要赶快出去国外 各位 这无情无义的企业家 应该把它揪出来 留在台湾 各位对不对 所以把握机遇增加财富 各位台股未来 黄金八年 全球股民跟着蔡老师赚就对了 要掌握第四季的补涨行情 各位蔡老师要不要邀请你 你看环球金 11月24就已经跟你点名了 环球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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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月24的晚上 再给你完整的介绍 有没有6488环球金就在这里 细金元出货 有没有看到 目前环球金的前三季 EPS品封大中华 证券投顾董事长蔡璋 丰盛对不对 有没有 上礼拜二6点57分到7点 是不是 11月25礼拜三 没创高压回来 我一样跟你讲 对不对 然后11月26礼拜四走强 502 上礼拜五11月27再创波段新高 508 各位神奇的事情又发生了 各位上礼拜五 外资买超 投信也买超 创新高 来 今天早上11月30 公司派急着在7点21分 透过中央社发表 他要收购 德国的锡金元公司 这第四名的 他要去挑战胜高第二名的 各位你知道吗 第一名的是信悦 所以 神奇的事情就出现了 今天大盘跌144点 蔡老师跟你讲的环球金 自然直接跳空涨停板 他也是全职股 为什么不受影响 你今天你要不要这样的股票 后面还一大堆 我告诉你 当然我们也不知道 他会去做收购这个动作 但是我们热烈的欢迎 希望他再接再厉 走国具模式 各位对不对 所以你来看看环球金 今天11月30号558 是不是全市场最强 各位 是不是蔡老师邀请你 有没有 有没有 这不是实力 什么是实力 你看蔡老师 有没有在讲事后话的 而且我告诉你 我不是讲环球金而已 整个产业我熟得不得了 中美金一样 11月24跟你讲 我只跟你讲四个字 叫做母贫子贵 儿子都要当皇帝 妈妈叫什么 皇太后 各位你记不记得 我不是跟你讲说 皇帝的多宝格 现在改成投资人的多宝格 我说投资人 你要布局什么样的个股 你不会找 我帮你找 我让你有当皇帝的感觉 会标的股票 会大涨的股票 而且是你能够买的 绝对不是那些小型逐利股 各位是不是 我是不是每天都这样邀请你 而且我也邀请你 透过本公司成立满16周年 跟我们一起 以喜悦感恩的心 来持续的赚不停 各位有没有 所以你来看看中美金 有没有上礼拜四 上礼拜五 今天的中美金 来 是不是四个字 母贫子贵 当然你说一档个股 老师 我好像赚得不够 我知道散户永远的欲望 都是五远佛界 最好是每天 你开门就有十几亿的现金 在你的床上 各位对不对 但是有这样吗 你又不是香港特首 人家银行他都不准去存钱 家里都现金 各位对不对 所以回归现实 在股市里面赚钱 各位是不是 你来看看联电 当时我就跟你讲十月十九号 各位 然后这都准备好了 有没有 你看联电 外资看联电 十月二日 礼拜日发出来消息 高盛 我最喜欢的外资法人 报告之一 又来挺蔡老师的股票 结果上礼拜一 直接跳空涨停板 对不对 开高之后震荡一路走高 一千两百多亿的联电 蔡老师都有办法 帮你创造涨停板 更何况是环球金 各位 游戏还没完 我是不是上礼拜一连电涨停 晚上又跟你讲连电 有没有 涨停36.35 这家吗 蔡老师对不 是不是写在这里 帮你介绍台积电连电 还有什么世界先进 有没有 是不是 是不是这一张 然后你看 持续涨 这上礼拜二 对不对 又几乎拉到涨停 跳空 对不对 上礼拜三 上礼拜四 上礼拜五来了 又平新高398 然后尾盘压下来跌4毛 有没有 那今天的联电 来各位 今天联电 各位 43.05 是涨停板 今天最高联电冲到42.8 你说要压下来 就是台积电 因为台积电的一个权重 被MSC要调降 但是我告诉你 那也没什么 尾盘调降那8万张 合情合理 各位 明天就涨给你 各位你知不知道 所以你来看看联电今天创新高 我们是不是市场大赢家 是吧 还没完 你看我当时跟你讲 持有联电2万张是光照 什么时刻 10月20号 29.7 对不对 今天的光照是不是一样 再创新高 37.65 有没有 然后上礼拜四 跟你讲胡联 胡联车用布局 有没有 10月26 就证据都在这里 各位我们是不是一项一项来对就知道了 各位109 上礼拜四 胡联上礼拜五 拉涨停119.5 各位有没有 涨停版 你看今天的胡联拉到123 各位 我问各位 所有的东西都讲在前面 让你一而再再而三的验证 而现阶段的台湾股市 已经即将站上1万4了 你到底还在迟疑什么 大盘不会等你 而且我告诉你 第四季是补涨行情 第四季完了吗 今天才11月份 明天12月1号继续涨 各位你知不知道 所以YouTube Lite的TG网站 自己去看 蔡老师跟别的同业 完完全全的不一样 请认明 投资顾问界的第一把 精致招牌 屏风大中华 找蔡丰盛老师 一言心帮就对了 真正的散户守护者 各位 YouTube拿起手机加一加 以后好事 真正适合散户做的股票 你的手机自己都会出现影片通知 这样好不好 这样是不是够全面 所以我跟各位说 老话一句 产业选股获利必然 其他通通只是 微不足道的层面 什么筹码面 什么技术面 那个本来就是通通要考量 但是没办法给你概括承受 回到蔡老师跟你说的 产业选股最重要 知不知道 那要怎么产业选股 你有办法我也祝福你 你有办法挑到环球金 我也祝福你 你挑得到吗 你挑不到的话 又想要赚环球金 怎么办 蔡老师邀请你来投资人的多宝格 我帮你挑好 我叫你买什么股票 你就去买回来 当宝贝一样 各位 然后有人出高价 我们再卖给他 这样简不简单 所以唯有超前布局 才有资格领先法人 你才能够合理的买 然后更高兴的卖 总是要有人接你的股票 你才可以高价卖给他 没有人买的话 那你股票也是等着下市而已 太多的那一些不好的例子 我不用举例 节目时间这么宝贵 我们尽量营养的一个什么 正面能量分享 好不好 所以没有什么事 两支标股 搞不定的 如果有的话 蔡老师给你三支 够了吧 各位 庆祝本公司成立满16周年 蔡老师给各位最大的诚意 让全球投资朋友 想跟着蔡老师的 能够感受到最大的温暖 你赶快跟上来 各位 六字大名咒念一下 枪在手怎么办 跟着蔡老师走就对了 电话拨通 一通电话 解决你所有操作股票的麻烦 我们把节目时间 先交还给曾伟 更多的操作策略建议 广告来继续 请蔡老师分析 欢迎回到一言心萌 再把时间交给蔡老师 好了 感谢曾伟 我刚刚看了一下各位 我们的成交量再创历史新高 3835亿 各位好棒 这样沙尾盘才跌144点 照道理应该跌600点 各位 所以我告诉各位 这个行情还是要上 你不要突然间又告诉我说 这个是巨量长黑 7月28是不是巨量长黑 各位 整理了三个月 你看害死了多少散户 不止散户 很多主持人 当然曾伟很专业 不是其中一个看不懂的主持人 很多主持人就跟你讲 九盘必叠 九盘必叠 所以 很多的散户都乱听 结果都被嘎在最低点 一万两千五百点 不是最低点吗 现在都要上一万四 嘎了一千五百点 各位 所以不够专业的节目 你要去否定它 知道吗 听蔡老师的话 一言足以心邦 只有蔡老师能讲得出来 知道 来 忠心的祝福 你跟你的家人平安健康 各位 疫情险不险峻 入境台湾都有办法创 单日 跟台国一样 单日确诊的入境 新高24例 所以你看国外多危险 英国说要比美国早一点打 12月7号就开始打辉瑞的疫苗 所以各位坚守一下 好不好 我们也要符合我们的法令 生命最重要 你生命健康 如果都不顾的话 你股票赚一百亿有什么用 各位 是不是 所以好好地顾好 顾好你的一个什么 口罩戴起来 顾好你跟你的家人 平安健康就对了 好不好 然后股票的是 你玩不赢 蔡老师帮你玩 就这么简单 上午下午 包括今天晚上 够不够全面 你只要枪在手 跟我走就好了 不然你玩得赢这个变局 环球机你抓得出来 联电你抓得出来 狐连你抓得出来 还没完 一大堆 但是蔡老师也是要提醒你 千万别忘记 投资股票是有风险的 我帮忙金管会做一下政令宣导 所以你要量力而为 你不可以用融资 股票的钱没有那么好赚 后面的行情再上去 一万五一万六 我还是会用这句老话提醒你 不能用融资在做勾票 勾票没那么简单 凡事总有意外 你看人家美国 准总统拜登跟狗丸 都有办法摔断腿 你看无奇不有 美国 美国是美国狗 不是 我是说意外永远算不出来 各位你知不知道 人家说明天跟意外哪一天到 什么时候谁快到 谁知道 对不对 所以说怎么办 好好地雇好 你自己的健康 股票的健康也好 蔡老师来帮你雇 各位好不好 第四季补涨行情 还有完整的一个月送给你 因为我们没有再看这些小例的 我要帮你赚的是明年的黄金八年 各位台股未来还有黄金八年 所以我看到最近一份报告 四大外资讲明年台股的高点看到 一万六千六百点 我点个头 这个距离我想象的空间比较近一点 各位 所以各位听进去 台股是外资法人化的一个结构 不要听一大堆内资或者小阻力在害你 没人买股票都希望你去买是怎样 他还买你嘛 对不对 你拿钱去换他手上的废纸 你觉得你聪明吗 听进去了没 各位 全球股民要怎么办 最健康的跟着蔡老师走 跟着蔡老师赚 没有什么是两支标股搞不定的 如果有那我就给你三支标股 够意思吧 相信政府相信全王台积链相信当家的 台积链今天沙盘 很棒各位 台积链今天沙盘沙480 各位是不是 因为今天听说尾盘好像灌了快8万张 7万8千多张下来 很好很好 这就是 当然没有人有办法测试 这个时间点去追台积链 但是这样沙下来很好 我们就是等台积链要大跌 什么时候买各位 你说老师那你买235.5 台积链会不会来到235.5 不会啦各位啊 想买台积电的跟蔡老师联系 好吧 感恩的心永远不变 感恩台股感恩台积电感恩投资人 全世界前十大市值的股票 你在台湾就买得到 其他通通要去网上交易 或者买美国的不用了 日月光你看蔡老师跟你讲的 今天飙到818了 全部都是飞天神牛 各位国巨 有没有看到蔡老师上礼拜四抓给你 礼拜五你看今天国巨再创新高 451.5 那什么时候讲的各位都有评有据 11月17号 来国巨 2327398.5 有没有 各位是不是 11月3号那时候起涨第一天 我就知道台股行情来了 大盘是11月9号才 创新高嘛 但是你看国巨是不是领先大盘 11月3号就出现 所以我告诉各位 有时候这些诀窍 我会讲给你听我希望你提升的程度 要跟蔡老师一样你才进来做股票 不然你一定赔多赢少 各位 凯美车用一样创新高 而且我等了很久的同心店 今天也重新挂牌 很漂亮 掌停板 那等到拉回来要怎么买 蔡老师带你买好不好 已经营收连续四个月历史新高 他简直 然后复牌今天第一天 如我们预期 好好加油股票真的赚不完 所以好好跟上来 来我跟你讲的mini 各位有没有台表科 111 今天的一个台表科 你看当时107.5 有没有 今天的台表科 11月30号126再创新高 惠特 现真题材结束了 然后开始拉涨停 对不对 股票压抑拉涨停 上礼拜五拉到175 今天拉到178 拉回来是不是早买点 要不要买 跟蔡老师联系 瑞宇也一样 对不对 上礼拜五拉到119.5 今天的一个瑞宇拉到121再创新高 整个底部四个月打好了 各位 彩晶上礼拜我跟你讲 他这礼拜是法说 对不对 今天马上创波段新高 10.35 这都公开验证 今天晚上要讲什么股票 你晚上自己看 你看财经是不是比友达强 是不是比群创强 各位 有没有 南电是不是再三的提醒你 各位 你看南电飙到今天 这个是嘎空的代表股 185.5 各位 是不是185.5 新新呢 有没有 包括什么 新新今天93.5 包括光阳科 架构出来了 光磊也在创新高 所以我跟各位讲 没有什么是两支标股搞不定的 如果有的话 我就给你三支 懂意思了吧 投资人 你要有自己的投资组合 蔡老师定格威是投资人的多宝格 如果没有的话 你凭什么赚到台湾股市的钱 明天要买什么股票 你知道吗 蔡老师晚上要涨什么股票 你能够提前知道吗 庆祝本公司成立满16周年 蔡老师让各位感受到最大的温暖 我让你提前布局好不好 听进去 电话拨通 各位 六次大名众念一遍 枪在手怎么办 跟着蔡老师走就对了 一通电话 解决你所有股票的麻烦 我们把节目时间交还给曾伟 感谢两位来宾的分析 提醒观众朋友 本公司案所推荐分析的个别有价证券 没有不当的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进攻参考 投资人引导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 并且是自负投资风险 劝劝操作顺利 我们再会 Zither Harp